好 下面一句话说了 Even people who take no interest in art cannot have failed to notice examples of modern sculpture on display in public places 他说即使是那些对于艺术产生不了什么兴趣的人 也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过那些陈列在公共场所的当代艺术的这样一些雕塑品 这句话依然是比较复杂 咱们还是先看一看他的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正体字还是句的主观结构 甚至people这些人 什么人呢 who take no interesting art 这个是黄颜色是定义从巨来 对艺术并不感兴趣的人 产生不了什么兴趣的人 然后呢 这主意完之后是位语 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过这些当代艺术的一些当代雕塑的一些范例 注意canon老师说过 不能在书面中一定用canon连写这个词 这是唯一的书面的结构 那么不可能怎么样 cannot have done 我们在第一课讲过了 cannot后面叫have 但这个结构是对过去的否定的推测 当年不可能怎么样了 you cannot help me you yesterday 你昨天不可能病了 这是这样一个推测 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过这些范例 什么范例呢 后面写体字到巨末 明显是一个戒词短译当后制证语修饰这个example 什么呢 of modern sculpture 当代雕塑的范例 就当代雕塑的作品呗 这个当代雕塑在哪里呢 画横线的部分 又是一个后制证语修饰这个当代雕塑 就陈列在公共场所的那些当代雕塑的一些范例 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过 这是这句话大致的语法成分分析 咱们先看清楚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里面一个重要表达 就是对什么产生兴趣 take no interest in 当然这个no是没有了 其实我们这个no可以抠掉 换上不同的修饰语 我们先看看对什么感兴趣 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形容词结构 叫be interested in I am interested in English 我对英语感兴趣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但是用于interest当名词结构 大家可能就不太熟悉了 比如说本文中这个 对什么产生兴趣 take that interest in 这个明显来得比第一个形容词结构更加正式一些 我们说了 所有词性中 名词是最抽象 最庄重 最正式的 而且名词有个好处 随便可以换修饰语 可以把它意思加强和减弱 可以意思做微调 比如说很简单的 对什么产生兴趣 最简单的结构可以叫take an interest in 加个an就好了 注意这个兴趣这个词 一般来说可以当作不可数名词来用 它做可数名词 一般也只用在单数 很少用负数 一般是不可数 做可数的话 一般也用在单数 在这个固定搭配里面 产生兴趣 如果对什么 没有产生兴趣 就本文中的take no interest in 没有产生兴趣就好了 如果说 这个没有产生太大的兴趣 基本没有什么兴趣 叫take little interest in 对什么东西 没有产生什么兴趣 对吧 little几乎没有 如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修饰一遍一下呗 take a lot of interest in 对什么东西产生了浓厚的 大量的兴趣 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个a lot of这个词 稍微显得有点口语化一些 它不够庄重 不够正式 怎么说比较庄严呢 最好是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第十九课 马上就会讲到的十九课 咱们看亚历山大是怎么说的 八十六页的第一行 在八十六页的第一行 他说 Kidnappers are rarely interested in animals but they recently took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Mrs. Elner Ramsey's cat 你看这个就是前半句 用了be interested in这个结构 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是形容词结构 对吧 后半句用了take加名词 因此这个结构 他用的是took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这明显跟前面是一个表达的替换 considerable叫可观的 相当多的大量的 它比刚才那个a lot of 要更正式 但含义是类似的 它表示相当多的大量的 但是他们最近呢 对Elder Ramsey夫人 他的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顺便记住 产生了兴趣 没有什么兴趣等等等等 这个分别可以怎么说 见过以后都可以用了 而且我们发现这个take加名词加in 用的特别多 不光是产生兴趣 我们再看几个跟它类似的 take pride in 对什么什么很骄傲 是不是类似于那个be proud of 对什么什么很自豪很骄傲 you should be take pride in your work 你应该对你的工作感到很自豪 确实干得不错 可以用它 还有呢 叫take pleasure in 或者take delight in 什么意思呢 喜欢 就相当于我们动词like或enjoy 喜欢某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从里面能拿走一些乐趣 从里面能多到乐趣 就是喜欢它们 对吧 我们看例子 college students seem to take pleasure 或take delight in practical jokes 大学生看似喜欢恶作剧 这个恶作剧 未来到了40课 咱们会看到 joke是玩笑 practical是实际去做的 实际去做的玩笑 就恶作剧了 它们看似喜欢恶作剧 从中多得乐趣 这也是take加名词加in 这个结构 顺便可以记住 咱们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 再比如说 take comfort in 也是take加名词加in 它表示 对某个事情 觉得感到很安慰 从中能得到 欣慰的感觉 对某事觉得很欣慰 觉得很安慰 可以用它 我们看例子 I know she goes out a lot at night but I take comfort in the fact that she's always with friends 这句话 咱们自己翻译一下 比较好翻译 对不对 我知道呢 在晚上 这个女孩经常出去 但是我令我觉得 很欣慰的是 就是我对这个事 觉得很欣慰 让我觉得很安慰 是什么呢 它一般都是 总是跟朋友 在一块 这个呢 可能出事的机会更小一些了 这take comfort in 是对什么什么 觉得很欣慰 很安慰 但是别自己去乱推广 为什么呢 这几个搭配是类似的 但有时候搭配有变化 比如说take pity on 叫同情或联名 但这里边 就不能够加这次in 而应该加这次on 同情 联名谋认 I took pity on the beggar and gave him some change 我同情这个乞丐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change 我们在15课 50遍时的麻烦 讲过 可以表示零钱的意思 零用钱 不可数名词 我同情这个乞丐 给了他点零钱 是这么个意思 注意这个take 将名词加in 作为固定搭配 可以记住 好 回到剧中 他说甚至对艺术 根本不产生 根本就产生不了兴趣的人 怎么样呢 cannot have failed to notice 我们说这是推测 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过 cannot是否定词 fail to do是否定含义 两个方的一块是双重否定 我们说双重否定 一般表达的是肯定的语气 是不是本文中相当于 must have noticed 他肯定都注意到过来 就是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过 但是上面的表达的语气 比下面往往还要更加强烈些 不可能没注意到过 这个意思 这个双重否定 咱们在第九课的第一行 当时提过 大家还记得吗 cats never fail to fascinate human beings 猫永远都是那么迷人 为什么呢 它从来也不能够把人 从来也不会 这个不能把人迷住 从来也不会不能迷住人 就是总是那么迷人 永远那么迷人 never跟fail to do也是一个否定 这是cannot跟fail to do 还是一个双重否定 是肯定的含义 这个东西 注意到什么呢 examples and manuscript 是当代雕塑的一些范例 就是当代雕塑品 on display表示在展出 in public places 在公共场所 这个在展出 on display可以顺便看一看 因为我们这个借词on有一个重要的含义 我们经常可以用这个借词on再加名词 表示呢 处于某个状态之中 这个东西处在某个状态里边 就是on加名词 有这么一个含义 这个我们看本文中这个在陈列 on display on show on exhibition 等等等等 都可以表输类似含义 就是正在陈列之中 这也是个状态 我们再多看几个 the house is on sale 这个房子正在出售之中 叫be on sale 正在出售之中 这是当固定答案可以记住 同样的 the workers are on strike 这个可能在中学就讲过 怎么样呢 工人正在罢工之中 正在罢工 叫be on strike 有这个含义 还有呢 我们还有像类似的 I'm here on vacation 我在这儿呢 来度假来了 我说您是度假 我可不是 I'm here on business 我是出差来了 因工办事情 你跟度假 on vacation 在办事 叫on business 都是on加名词 可以顺便记住 甚至我们再看这句话 The nurse is on call 24 hours day 这个护士 24小时随时听后装 这个听后召唤 处于这个状态 叫be on call 独而想叫他帮忙 一言零就来了 叫be on call 类似的几个大费 可以记住 这几个简单 在后门中 会看到更复杂的 在后门的 这个 特科文中 好 就是大家肯定 都注意到过 这些当代雕塑品 就这个意思 对吧 后门进一步说了 Strange forms stand in gardens and outside buildings and shops 他说奇形怪状的雕塑品 处理在花园里边 还有商场和建筑商场的外面 那么Strange forms 这个form表示某个形状的东西了 因为form本身表示形状的意思 这里有语境 其实省略的是 Strange forms of sculpture 就是奇形怪状的雕塑品 后门省掉了off sculpture 这个词 雕塑品 处理在哪 花园里边 还有建筑和商场的外面 这个花园里面 建筑和商场的外面 其实就展开说明上一句话 大家看到上一句话末尾是 In public places 这些地方不就是公共场所吗 就是进一步举例说明了 大家可能都见过这个东西 后门说 We had got quite used to them 我们对于它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见怪不怪了 这个是第二课知识复习 习惯了什么什么东西 叫be get或者become used to 对什么什么已经习惯了 注意老师说过 这个to一定是个借词 前面用be动词表示状态 get和become呢 由不习惯慢慢变习惯了 强调状态的变化 咱们讲过 那口语中用get多一些 那become用在书面中更多一些 这是习惯了 注意后面这个借词 to是借词 把它看清 我们回顾一下第二课中 十四页的第十七行 十四页的第十七行 他说 We'll get used to that bill said Vaker 牧师说 我们慢慢就习惯这个事了 习惯也是get used to 这么一个结构 跟它类似 可以同时记住 但是表示很习惯 在第二课 我们当时讲过一个重点知识点 可以把它换成 be或者get 或者become accustomed to 后面也可以加借词to 对什么东西 习惯了 可以用它 but used 可以换成accustomed 我们都跟to搭配 这个搭配更正式一些 更庄严 更正式一些 也行 注意 一样 to都是借词 这个我们本文中带进去 可以变成 We have got quite accustomed to them 我对于他们 我们对于他们 已经相当很习惯了 用它也可以 在我们再听一道 托福的听力真题 看这个真题中 是不是也出现这个用法 我们先听一遍 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他问这个男的要做什么事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男的正要打算 做什么事呢 大家能不能听清 好 正确答案是 第一选项 他准备要做饭 弄一些东西吃 为什么做饭呢 他正在煤气灶那 在那忙活呢 看能不能把煤气灶点着了 所以要做饭 咱们看为什么选地 把原文 看着原文再听一听 他问的是 这男的打算干嘛去 第一个男的说 I'm not accustomed to using a gas stove gas stove就是我们常说的煤气灶 煤气炉 stove本是炉子嘛 哎呀我不太习惯用煤气灶 我家里可能都是这个去烧风热煤 我不行用煤气灶 不习惯 I'm not accustomed to 注意后面是using 说明这to一定是戒指 第二个女孩教他 it's simple 什么把手啊 什么霸手啊 什么按钮啊 这个旋钮 就knob 注意这k不发音 until the burner light 直到这个burner就喷火 喷火头了 那个火口那个地方 light就着了 直到它呢 能够着了 并且呢 and then adjust 轻轻调节了 调节下火苗大小就行了 那what is man going to do 这个男的要干嘛呢 当然是准备做饭的嘛 点煤气炉要做饭的 不可能点煤气炉 去烤火去自杀 那不可能 好了 这是我们选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选项是正确的 注意这是习惯于 当然习惯于呢 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熟悉了 我们对它已经相当熟悉了 也行 熟悉了 这个表达可以用be 或者get 或者become familiar with 对什么什么很熟悉了 中心的词我们大声诺下 familiar familiar 也可以表示熟悉了 本文中可以淡进去 we have got quite familiar wisdom 我们对于他们已经相当熟悉了 这个表达也算对 也可以 这个也好 这个在未来后问中 还会看到这个familiar的一些变化 当然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 稍微辨析一下 就是我们已经适应了 不是熟悉了 是适应了 一开始别扭 现在已经适应了 这个w叫be adapted to 叫适应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 中心的这个动词 叫使适应 把这异地去掉 打成那边 adapt adapt be adapted to 叫它适应了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 I'm adapted to Beijing's dry climate 我已经适应了北京的干燥的气候 北京多风 而且河比较少气候干 一开始觉得别扭 现在慢慢住久了 就适应了 跟这个习惯了 类似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而且记住 我们加这次to 唯一例外的是 familiar又加with 对什么熟悉了 没有办法 直接把它背下来就好了 好 我们就补充说明一句 一些所谓的当代雕塑品 在这个陈列 已经大概八十多年了 就说 所谓的so-called 是一个 就表示后面这个动词 名不符实的 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读一下 这个形容词 但是里面 so-called so-called 它修饰名词的时候 表示后面这个名词 是名不符实的 比如说 where are your so-called friends now 你那些所谓的朋友 跑哪儿去了 他是你的朋友吗 那不是嘛 你的弱迫的时候 都跑掉了 所谓的朋友 跑到哪儿去了 所谓的当代雕塑 其实已经多年了 根本一点也不当代了 这个意思 modern加引号 也是讽刺了 所谓当代 根本都好八十多年了 比爷爷年纪多大呢 pieces pieces是个量词 一件两件的 有语境 这里后面省掉的是 modern pieces of sculpture 又被省掉了 因为有上下文语境 当然是雕塑品 那么 Hellby是一直到今天 强调有影响 完成时 已经成立到今天 for nearly 80 years 已经将近八十多年了 第一段先介绍一下 当代雕塑 它的一些特征 说是当代雕塑品 但是我们对此 已经司空见惯了 但第二段 作者说 我遇到那些当代雕塑 可能确实跟这些 都不太一样 依然让我觉得很惊讶 那么第二段更加精彩 我们在第一段 这个看完之后 一会儿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段 第一段跟老师 就暂时学习到这儿 我会儿子 就暂时学习到这儿